大家好,我叫景山,来自马利安山癌症医院的一名关怀人员 我的工作主要是陪伴家人还有癌症病人去度过他们的艰难的时光 在病患,特别是属于家里的长者的时候 那些癌症家属都很慌张 特别是我的父母亲得了癌症,我要如何跟他们开口 当他们还没有告知病情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先去了解癌症是什么 或是可以找肿瘤科专科医生去了解真正的治疗过程是怎样的 父母亲的身体状态是怎样的 当他们明疗的时候,才来一步步的去怎样的去告知家人 或是他们觉得他们不适合告知的时候 他们可以邀请医生来告知,外替他们 因为医生他们本身会比较专业,也了解病情是如何的发展 在告知的时候反而会让病人得到更加的安心和平静 但如果自己的情绪还不稳定的时候也不适合向父母亲告知 可以的话,可以找一些朋友或是家人去讨论自己的心情 疏导自己的心情过后,等自己更加平静了 才来向父母亲告知也不迟 那个时候我们会以病人的想要为触发点 而不是给他更加多的负担 有时孩子们会告诉我,爸爸妈妈不要进行治疗怎么办 其实长者选择不要进行治疗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想成为孩子们的经济负担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年纪龄大了,没有必要进行治疗 但是当我们可以跟长者好好的沟通,告诉他们 我们想孝敬你,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笔钱了 让你进行治疗,如果超出我们的预算里面的话 我们才考虑转去证出医院 当长者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加安心地愿意进行治疗 而不是偷偷摸摸每一天都不要给他看那个治疗账单 因为长者有时候也会跟我讲 他们非常担心孩子们的经济 因为每一次进行治疗,他们都不开心 因为他们说,孩子们都不愿意给我看账单 但是我知道这笔费用是不小的 如果可以的话,坐起来,坐下来可以单胎 匹齿的沟通,匹齿的谅解,匹齿的支持 达到更好的效果 有时候长者也会觉得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治疗 其实整个治疗过程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针对的并不是所谓的康复 而是针对举步适应地让病人觉得更加舒服而中 但是,癌症也不觉得一定是一个绝症 通过治疗跟医生的疗集 讨论了过后,可能会找出最适合的方案 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会鼓励长者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跟组织医生去讨论 让组织医生知道他们的想法而不及 当他们听到我解释的时候,有一个长者 他们会很开心地说,原来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治疗 而不是,就好像说放在砧板上任人愚弄 由医生主导或是家属自己只能静静地接受 所以说一切的不必要的治疗等等 当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可以去say no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的放松去进行治疗 也更加的有信心 面对自己的一切发生的治疗过程 同时有时候 家属也会向我抱怨说 我的父母亲愿意配合 其实很多时候癌症病人 他们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特别是吃不下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希望家属可以体谅他们 或是他们不想进行治疗的时候 家属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们真的并不是不想吃或不想做治疗 而是发觉到很大的挑战 或是太痛了 或是太辛苦痛下去了 如果可以的话 尝试地去了解或体谅 癌症病人并鼓励他们 他们当他们获得体谅和鼓励的时候 他们更加有信心地愿意接受治疗 而是进行 能吃东西 让自己的体重增加 三位孩子们 我们都希望可以为父母亲做最好的决定 但是往往我们也会害怕 做了决定 如果效果不好怎么办 其实当我们为父母亲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爱他们的心 是希望他们可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或方案 只要我们保持这种初心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是最好的 其实结果并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爱我们父母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好 而不并不是为了害他们 所以只要我们的初心是正确的 那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